它的特征就是它的中膜層 有没有 中膜層 之间已经没有一些弹性纤维了 没有弹性模板了 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 一些这个Smooth Muscle 所以这个中型动脉 我们又称为肌型动脉 肌肉型的动脉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有点 看一下 好 跟书上的图 好 这个是不同的 好 那这片看起来 好 这边就是中型的动脉 那相对并型的 这边就是中型的筋脉 好 那动脉的话它有内外弹膜 内外弹膜 那内弹膜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层 那外弹膜看起来就是有很多层 好 所以这边就是内弹膜 好 这边就是外弹膜 好 那它就是有 这个 这个 Tunica Intima Tunica Media Tunica Advantage Advantage 好 在这边 好 这边是一个 那我们看这边 它跟这边 静脉应该是比较合在一块的 好 我们稍微放高背看一下就好了 好 这个一个个凸起来的 这个细胞 就是Endocel cell 好 那它在它下面有少许 少许的 好 内皮下沉 好 内皮下沉 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好 内弹膜 好 内弹膜 好 然后就进入到中膜层 好 那这个中膜层里面都是什么 Smooth Muscle 这个是Smooth Muscle Cell的核 好 细胞结线不明显 所以只看到核 好 然后再来就是外 外磨层的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 外 Outer Elastic Laminas 外弹膜 或者称为什么 Ecternal 可以 Outer Ecternal都可以 好 然后再来这边就是肌肉层 对不起 这边就是外磨层 那因为它这个 这个血管还是算蛮大的 所以一样还是可以看到一些 好 一些这个血管中的血管 有没有 像这些 OK 也叫Vesa Veso 好 怎么问怎么答 好不好 好 这边都是血管 这边都是血管 上面来一点 好 如果问你为何种类型 就答哪一种类 如果问你真指管道名称 构造名称为何 它就写Vesa Veso 好 就是我们看到高背下 好 再来看相对侧 那这边就是跟它并行走的 这边是中型动脉 那这边就是中型筋脉 那它的内外弹膜都不明显了 然后管壁很薄 然后管墙很大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有点塌陷的感觉 有没有 OK 好 整个构造是这个样 好 这一片好像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一片 不是我们讲义上的那一片 好 看一下 好 没关系 等一下下次有看到 再打给大家看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第几片了 好 中型的动脊脉看完了 那接着我们就看什么 中型的 小型的动脊脉 OK 那应该还有一个demo片 我现在 不晓得 陈老师放到哪去 哪去 我真的没有 我当时要做什么 这个动脊脊 你不能吃 我选择 你也不想吃 我觉得你什么 你不想吃 我会有什么